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年少时,我们都觉得朋友交得越多越好。 人到中老年,历经了人情冷暖, 岁月冲刷,方才明白,朋友需要沉淀。 十几年后,还能留下一个巴掌的数目来, 你就是人生赢家。 三两知心好友,胜过万千点头之交。 泛泛之交,不如不交。 去年,黄磊因为双标上了回热搜。 向往的生活里,来了一群二十几岁的新人。 他们大多初出茅庐, 之前和黄磊也没打过交道。 原来热情的黄磊显得有些冷淡, 直到看到老朋友老郎来了, 才喜笑颜开。 两人在屋里回忆往昔, 相谈甚欢。 晚上的茶话会上, 黄磊更是直截了当地 对新人们说, 讲真的,你们来, 我确实没那么热情。 因为我跟你们也不熟, 我没必要跟不熟的人瞎扯。 节目播出后, 不少网友质疑黄磊看人下菜, 我却对他的一番话感触颇深。 记得刚外出参加工作时, 家里长辈打电话来, 最常叮嘱的就是, 朋友多了路好走, 在外面一定要多交点朋友。 于是那两年, 每逢有朋友邀请参加聚会, 只要有空闲, 我必定爽快赴约。 聚会参加得多了, 社交软件里的好友 自然也成倍增长。 有一回公司赶项目, 我连续加了快半个月的班。 某日, 改方案改到凌晨两点, 胃里突然翻江倒海, 想找个人陪着去医院。 可是通讯录翻了又翻, 竟一时不知能找谁。 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生活看似纷扰, 实则陷入了一种困境。 我所投身的, 不过是一场场无效社交, 我所获得的, 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繁荣。 社交软件发达的时代, 冯小刚的那句, 我是熟人太多, 朋友太少, 是大多数人的写照。 以书有一段话, 深得我心。 城市中人, 看似光鲜, 其实个个暗藏漏洞, 高棚满座, 客似云来。 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 却未必有三两个。 多少人, 还在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担惊截律, 殊不知, 公愁交错, 尽虚宁, 推杯换盏, 无真忠。 许多人, 当时可能相见恨晚, 一旦遇到事儿需要帮忙, 才发现未必是真的交情。 廉价的抱团取暖, 反而会让人更加孤独。 父亲和吴叔, 刘叔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三人还是小伙子时, 就一起进了化工厂, 相识的四十载礼, 没少互相帮衬。 后来退休了, 几个人也常常约着去郊区钓鱼, 逢年过节, 家里总能收到吴婶做的腊肉, 香肠和刘叔自己打理的盆栽。 有时母亲做了好菜, 父亲总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 一个电话, 就喊来了两个老伙计, 三人就着小酒追忆往事, 话匣子一打开, 就忘了时间。 我总是嘴上调侃他们是老顽童, 却打心底里, 觉得羡慕这些老伙计们的友情。 就像神雕侠侣中成英对陆无双说的那样,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人生离合, 以赴如丝。 渐行渐远, 是大多数友情的归宿。 与人相处, 就是一个大浪逃杀的过程, 筛掉的是杀力, 留下来的才是金子。 人到中老年, 看多了人情冷暖, 终会明白, 朋友在今不在多。 你一个电话, 他就随叫随到, 你一个眼神, 他便懂了所有。 一个这样的朋友, 抵得过万千点头之交。 生活离不开朋友, 人生离不开友情。 世界这么大, 到处都是人, 谁才是你知心的朋友。 六十岁以后, 有几个这样的朋友相伴, 才是真正的福气。 年纪大了, 这五种朋友要深交。 一, 真诚陪伴的朋友。 年纪大了, 除了家人, 朋友就是最长情的陪伴, 朋友不用多, 真诚就行。 感情不论久, 用心就行。 一定要找一个和自己一样, 没心没肺, 能忍能让, 真诚实意的朋友。 二, 傻得真实的朋友。 真实的朋友, 很实在, 很善良, 容易感动, 也容易满足。 简单坐在一起, 就能让你的心里感到很舒服, 踏实, 六十岁以后, 就要找几个傻得真实, 相处不累的朋友。 三, 能够懂你的朋友。 懂你的人, 知道你在乎什么, 不喜欢什么, 还会一直在旁边帮助你, 支持你, 欣赏你, 信任你, 十分暖心。 六十岁以后, 懂你的朋友, 不奢求太多, 一个就够了。 四, 幽默有趣的朋友。 有趣的人, 不仅十分幽默, 带给你欢乐, 更重要的是, 他们把生活, 顾得有滋有味, 能让你对生活, 充满热爱。 六十岁以后, 人生虽过半, 但余生还很长, 一定要和有趣的人做朋友。 五, 充满正能量的朋友。 正能量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它可以通过朋友来传播的, 充满正能量的朋友, 能在你失落的时候, 给你鼓励, 能在你迷茫的时候, 给你指导, 从此人生不一样。 六十岁以后, 一定要有几个正能量的朋友, 补充能量, 积极向上。 年纪大了, 一定要远离这四种人。 一, 远离心眼太多的人, 因为不喜欢。 人和人相遇, 靠的是一点缘分。 人和人相处, 靠的是一份诚意。 人和人相交, 靠的是一颗真心。 做人不要耍心眼, 别人都不傻。 你真我就真, 你假我转身。 二, 远离心机太重的人, 因为相处累。 面对着一个天天想着怎么算计, 怎么刁难, 怎么挑拨离间的人, 怎么过生活, 都觉得不顺畅, 不痛快。 更重要的是,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跟你交朋友, 到底是何用意。 有些时候, 只是从你身上, 得到某些东西罢了。 三, 远离经常说谎的人, 因为不值得。 诚信是衡量一个人, 是否能交的重要标准。 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朋友都不讲信用, 那他还有什么, 值得你交往的呢? 一定要趁早远离, 以免受到背叛等伤害。 四, 远离口密附件的人, 因为太危险, 明枪一朵, 暗箭难防, 和口密附件的人在一起, 实在太危险了。 嘴上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夸出一朵花, 可说不定哪天, 就会在背后给你一道。 为了生命安全, 请尽早拉黑。 老了就算不识字, 也不能不识人, 什么样的人该交, 什么样的人不能交, 心里要清楚明白, 社会很复杂, 人心很复杂, 大家要擦亮眼睛, 与良友同行, 远离损友。 中老年人与朋友相处, 三多三少和三息, 与朋友相处三多, 一, 多聚会, 友情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 与朋友相处, 一定要多联系, 多见面, 多聚会, 如果长时间不联系, 再好的朋友都会疏远, 再好的友情都会变淡, 特别是老同学, 老知己, 大家一起风风雨雨几十年, 这份感情更是来之不易。 二, 多关心对方的变化, 朋友之间认识越久, 对另一方的了解也会越多, 但也容易产生惰性, 慢慢忽略对方的感受, 总觉得都是老朋友了, 没必要太多的关心。 其实, 与朋友相处, 特别是多年的知己, 更要多关心对方的变化, 对方身体上的不适, 或者情绪的低落, 及时发现, 及时沟通, 多关心朋友, 才能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稳固。 三, 多发现对方的优点, 人都有缺点, 也都有长处, 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 彼此互补短长, 感情也会愈加巩固, 朋友之间一定要互相信赏, 共同进步。 成为更加幸福美好的人, 何乐而不为呢? 与朋友相处三少。 一, 少猜疑。 与朋友相处, 有事都要当面讲, 尽量少猜疑。 不要在亲戚, 朋友间讨论谁, 更不要在朋友间传话, 以免误传, 引起矛盾。 我们不要捕风捉影, 有事最好当面说清楚, 不要背后嘀咕。 有疑问当面问, 不乱猜测, 以免造成互相猜疑, 影响和谐。 二, 少管闲事。 跟朋友相处有一个诀窍, 就是少管闲事。 但有些事情, 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 也要给朋友一定的生活空间, 朋友可不是随时给你待命的。 如果跟朋友在某一问题上产生分歧, 也不要太过执着, 不是什么大事, 就没必要坚持到底。 三, 少炫耀。 你买了辆新车, 你买了个新房, 这种事尽量避免在朋友面前炫耀。 就算是朋友, 炫耀这种事, 无论是谁, 看来都会不舒服。 与朋友相处, 三稀。 一, 珍惜缘分。 全世界这么多人, 能成为朋友, 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一定要好好珍惜。 二, 珍惜关系。 无论是知己, 还是老同学, 或者是微信中点赞, 评论的关系, 亦或是每天跟你说早上好的朋友关系, 都要好好珍惜。 三, 珍惜好友。 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好友, 隔三差五地跟好友聊聊天, 看到好文章, 也可推送给好友们读一读。 有真心的祝福, 不妨也送给他们看一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里面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里面的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